刚才我们在那个包厢里头 完了说 哎呀 我说谭老师是谁啊 她说是小千爱人 我说我一直叫妹夫 没叫过 没有 不需要叫老师啊 不需要 黄老师 不需要叫老师 因为我是先认识的小千 咱都不说外号 小千呢就是 我们这么多年 我算一下要算时间 哎呦天呐 十多年了 刚才我在后边说 这得至少十多年了 十多年 而且呢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太生 就是对这个语言呢 很多方面 但是你跟小千老师 在一起做节目 他会引领你 就每一次 只要是一见面 就特别温暖 给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压力 特别舒服 就是像现在 我跟师傅 这语言 你跟师傅啊 语言老师 完了王范老师 也是这么多年 带着我们歌手 本身在语言上 就特别 不不 你这是强项 你看你上了 王老师都不说话了 那个 王老师他在我心目当中啊 我是这样看 这些年啊 就是说一直 九六年到现在认识 这算起来的话 刚才我跟后边 那几个弟弟讲 我说认识至少二十多年了 对 那时候他在村晚 那就号令 好几百人呢 这个工作不对啊 什么的地步 我们那时候离他能有十几米远 就想上前靠近点 跟他打个招呼 根本没机会 突然间有一天呢 我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 他跟我称兄道弟 给我吓坏了 能认识这么一个艺术家大哥 绝对是我家 肯定有什么好事 换路子了 换路子了 一直以来 以前来都诋毁我 心情换路子了 哎呦 太可爱了 那俩